接著我們要開始看題目 我們很少 現在國中很少考PH值的計算 給你一杯容易 問你PH值有多少 這種題目現在幾乎沒有在考 就算會考也很簡單 如果有人想考你算PH值 就是請你算什麼 就是請你算清理值的? 莫如 然後就10的負PH值這樣大概就算出來 中間有些小細節我們國中是不管的 就算有考我們也不管 譬如說硫酸 你到高中會告訴你 硫酸會分兩段解離 第一段解離出一個清理值 第二段再解離出一個清理值 然後怎樣怎樣這樣 還有點麻煩的事要做 我們國中就不管硫酸 就是解離出兩個清理值 這樣解決掉 如果有人問題就讓他完全解離兩個清理值 所以細節的問題我們到高中以後再說 我們國中不管 好 這個就是觀念題 下列性是何止的正確 好 純水是中性的 但是中性不一定是純水 食鹽水就是中性 但是它不是純水 所以A是錯的 雖然水會自然解離 所以任何水溶液 不管它是酸性 還是中性 還是鹼性 裡面都會有氫離脂跟氫氧氧氧氧 兩個都會存在 所以B是錯的 然後呢 中性溶液呢 氫氫氧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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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A 你說A是錯的 PH是在表達酸鹼性的 沒錯 A 對 PH越大 據表示氣質濃度越小 就表示這個東西越鹼 越不酸 PH值越小 氣質濃度就越大 表示它就越酸 所以B是對的 中性的PH值等於7 所以豬是對的 酸性PH值小於7 氣質濃度比較大 PH值越小 酸性又越強 所以選項C是錯的 所以我們答案選C 這就是我們的簡單的基本的概念體 可以嗎 可以 好 繼續 誰的PH值小於7 PH值小於7比它是什麼性 PH值小於7是什麼性 酸性 小於7是酸性 酸性 你看那邊誰是酸 酸是鹼 碳酸鈍後面會焦 它也是鹼 這兩邊都會焦 剛剛現在也是鹼 它們都是弱鹼性的 所以PH值都會怎樣 大於7 所以小於7只有誰 只有三氧化粒 對不對 三氧化粒 三氧化粒容易成為變瘤酸 瘤酸是酸性 所以PH值小於7 所以我們答案選B 可以嗎 請問你 誰大於純水 純水PH值多少 7 就是說誰的PH值大於7 大於什麼性 減性 所以這件事問你 這件事問你 誰是減啊 應該一猜就猜出來 應該一猜就可以猜出來吧 用猜的應該就可以猜出來 誰是減 來 兩位美女7 7 對不起 你說什麼 豬 你說豬 請坐 PH值大於7 減性 天然於水 有二氧化碳容易水碳酸 殼類也是碳酸飲料 也是碳酸 所以是酸性的 番茄汁 水果酸都是酸性的 所以小蘇打又碳酸氫鈉 後面會再交一次 做減性 所以答案選出 答案選出 好 最後一個問題 排次序 排氫離子大小次序 有人排次序是排 PH值大小次序 有人排次序是排 氫離子濃度 所以看清楚排哪個次序 你們兩個答案正好 相反 好 那酒精什麼性 那在水中什麼性 流燃燒的那個什麼 二氧化油溶於水什麼性 那你就知道誰比較酸 誰比較減 越酸的PH值就越小 現在濃度就越大 那就可以排次序了 所以誰啊 誰啊 排次序 次序應該是誰啊 停車戰界問 停車戰界問 我們找一個帥哥 男人叫做31 你選誰 C還是B C 3嗎 請坐 你選的是C 請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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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 2氧化油 流燃燒產生2氧化油 2氧化油 2氧化油溶於水 叫雅硫酸什麼性 酸性 所以酸性的氣氧濃度最大 然後是中性 然後是鹼性 所以答案是呢 丙大於甲大於乙 所以我們答案選豬 這些都是很簡單很基本的 PH值跟氣氧濃度大小關係的題目 很簡單嗎 了解就可以了 OK